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赢地赛事胜率高达71% 究竟是什么打法 竟然在KPL总决赛巅峰对局中 无视大热版本的敖影 选下逆版本后翼 本期我们就给大家解析一步 为什么总决赛后翼优先节 居然高于敖影 首先是出装 名文方面 后翼选择了10宿命 10条和10虚空 出装则是把法球流中的冰锚 换成了逐日之宫 这套玩法是法球流的变种 因为大四命 国武亚联都对后翼威胁极大 冰锚提供的减速 又不太能限制他们 不如逐日提供的射程和加速 能提升后翼在打团时的输出空间 我们在玩敌人节时 可以沿用这个思路 当你觉得对面凸脸英雄比较多 玩战中输出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可以把冰锚换成逐日了 但选择法球流玩法的本质原因 其实是因为阵容里已经有了 不知火舞 马超 两个吃经济的英雄 如果继续选择常规暴击流 那种大四命玩法 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是 因为敖影在赛事中颁选率最高 基本可以确定为必拿的射手 后翼这套名文配上布甲鞋 在前期就有小五千的血量 就算硬扛一个三火龙魂的伤害 也就掉一层血皮 并且从两边都选出 朵莉亚 火舞 大四命组合来看 相信他们平时训练时 基本上确定了巅峰对决的阵容 而后翼刚好能在一定程度上 克制这个体系 这个阵容乍一看非常完美 前排有大四命扛仓 开团有亚连火舞 爆发还有敖影补充 再配上一个朵莉亚 配合四人刷大 进一步提升容错率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但其实他们有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成型慢 并且缺乏前期的过线能力 而后翼刚好是射手中 为数不多具有开团能力的英雄 前期可以配合布置火舞 爆发 强行打对面掉点 边路换成马超 还可以在前期更早的解放布置火舞 和队友形成联动 后翼自己又是半肉装 比较偏工具人的玩法 你又是管他吧 亚连和火舞一起去吧 另外一个马超又能直接捅到起飞 但你要是不管他 他就在旁边点你 伤害又贼疼 就属于那种不能不武器 又不能完全去切的状态 让对面打团只能处于被动局面 但其实这次是一场意高人胆大的BP 在巅峰对局盲选的状态下 马超加工具人后翼的这个选法非常巧妙 为的就是能极大概率 克制本赛季最强的这套阵容 而马超加后翼本身又不能太被其他阵容克制 除非对面是张飞加阿里的组合 马超和后翼都不那么好发挥 但就算对面真有这个想法 又怕万一对上的不是后翼 而是熬影 咱们细细俱评评 真能学到不少知识点 你们还想知道最近哪些黑科技套路 到底好不好用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问题 咱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测试分析的哦